休斯顿式拼赛谁是最大的赢家呢 男拼方面必然是樊振东 他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式拼赛男单冠军 女拼方面必然是王曼玉 除了和孙颖莎的女双金牌之外 王曼玉还收获了生涯中又一个重要女单冠军 这也让王曼玉开始了对于自己大满贯的冲击 不过有趣的是国拼在休斯顿式拼赛取得佳绩的时候 当人民日报发出祝贺的时候 除了对于盛赞国拼全体球员的表现 人民日报并没有点名表扬两名最大的收获者 而是点名了女单丢金的孙颖莎 为什么会特意点名表扬孙颖莎呢 首先在奖牌方面 孙颖莎才是最大的收获者 三线作战一天三赛 可即便如此 孙颖莎还是三个项目都闯进了决赛 最终收获了两金一银的成绩 虽然没有拿到女单的大奖 但是奖牌方面 孙颖莎才是最大的收获者 其次是孙颖莎的不容易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来是三线作战的不容易 虽然年龄是最小的 但是三线作战对于孙颖莎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当比赛来到决赛阶段 比如说29日 孙颖莎打了混双的决赛 30日凌晨30打了女双决赛 8点打了女单的决赛 三线作战可以拿下两项的冠军 而且这两项还都是外战 更显出孙颖莎的不容易和担当 二是孙颖莎没有分管教练的不容易 在输球后邓亚平点评的时候表示 孙颖莎的正手进攻出现多次失误 这也说明他的正手基本功还不行 某个程度来说 这也证明了孙颖莎这个阶段的系统训练 没有得到保障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温州集训前 孙颖莎的分管教练黄海诚 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开 国拼又决定在试拼赛之后 才给孙颖莎指定教练 这也让作为国拼主力球员的孙颖莎 只能吃百家饭 系统训练缺乏保障 当然这还不是孙颖莎最不容易的地方 三线作战 孙颖莎更需要分管教练给他制定作战计划 比如说体力上和战术上的调整 但是因为没有分管教练 相比王曼玉身边有肖战指导 孙颖莎只能孤军作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孙颖莎能够完成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 他也配得上这份点名表扬 感谢观看